您知道朝鲜最牛的80后金正恩 小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吗 他曾经有哪些爱好 您要了解多少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就跟大家讲述一下 朝鲜金正恩小时候的故事 欢迎大家评论区团联 谢谢 现在的朝鲜 在80后领导人金正恩的带领下 简直发生了梵天父亲的变化 而关于金正恩小时候的事情 大家知道的特别少 那么陪同金正恩身边的人 都是怎么评价金正恩的 第一张金正恩的亲姨妈的描述 金正恩亲姨妈叫做高英树 他是怎么评价金正恩的 作为金正恩身边的亲姨妈高英树 和他的丈夫是被公派到瑞士的 来负责金正恩的一些生活方面的 一些事情 也许是出于这层关系的原因 当时金正日非常放心 把金正恩交给他们来照顾 而12岁金正恩 也就是说1996年 那个时候到达瑞士 以下就是高英树的一段描述 说我们生活的一个普通的房子里 过着非常普通的家庭生活 我表现的就像他们的妈妈一样 我支持他把朋友带回家 因为我是希望他们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给孩子们做点心 他们吃着蛋糕 玩着乐高玩具 一家其乐肉聋 在家中我们说的是朝鲜语 吃的是朝鲜菜 就是各种鲜菜啥的 但也享受着外派来海外的一些好处和待遇 而高英树带着孩子 也曾经去过欧洲的迪士尼 也就是说今天的巴黎迪士尼乐园 而在这之前 金正恩已经随着他的母亲 去过东京的迪士尼游乐园 而高英树的相册当中 也是塞满了当时金正恩 去阿尔卑斯山滑雪 在法国维埃拉游泳 还有意大利户外的进餐的一些招片 侧面来讲 高英树的确是陪伴了 金正恩长大的 根据这个高英树描述 金正恩非常喜欢游戏 并且非常喜欢统屋的一个机械 曾经试图搞清楚 为什么船能够浮在嘴面呢 飞机咋能飞上天呢 而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显现出自己的人格特质了 后来这个人格特质更加明显 就是什么事情都弄明白不可 从小这种钻研精神还是非常厉害的 超于一般的小孩 按这个高英树回忆呢 当时这个金正恩小时候呢 不是特别难带 大多时候还是非常听话的乖孩子 不过啊 性子极爱发脾气 喜欢打篮球 因为这个金正恩个子比较小 长得也不是特别高 当时就听他的母亲说啊 那个打篮球能够长大个 你就去打篮球吧 于是这个金正恩就喜欢打篮球而痴迷于此 金正恩的偶像呢是迈克尔乔丹 同时也是他的粉丝 后来大家知道啊 这个朝鲜曾经款待过这个大从罗德曼 哎 他解释说 源于他小时候喜欢打篮球 这个这个经历吧 所以说当时这个金正恩 也是特别喜欢打篮球 甚至在睡觉的时候 是捧着一个篮球睡觉 这个画面大家脑补一下 是不是有点小萌娃那个感觉 这个爱好确实影响孩子一生 是不是 而当他妈妈高音机说他 你便天天只顾玩 要好好学习 而这个时候小小的金正恩 是不会顶嘴的 但是他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抵抗 比如说赌气不吃饭了等等 进行一些反抗 可以看出小小的金正恩 这个时候是非常有主意的 并且说我是不行的 比较有个性 是吧 而他这个亲一意 就是高音树 曾经透露金正恩是1984年出生的 不是此前媒体所报道的什么 1982年或者1983年 这就表示了 金正恩在2011年 接任朝鲜最高领导人的时候 只有27岁 这一下子 直接打破一些媒体的各种传言 同时27岁能够接管朝鲜 并且表示非常冷静 顺利接管大权 也跟他小时候这些性格 也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作为金正恩的亲一妈 为何要暴露出这些 鲜为人知的消息呢 其实这位高音树 之所以说出金正恩小时候的事情 是因为他是一个脱北者 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好多小伙伴会说 你又在这里瞎巴巴瞎摆我 是不是 人家金正恩亲一妈 还能判离陶显吗 你还别说 这是有根据的 根据联合早报的网讯 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 一名亲一妈 在18年前逃判美国 在纽约隐姓埋名 经营了10多年 干戏店 接受了华尔顿邮报的 专访 透露出金正恩 童年鲜为人知的一面 所以说我刚才说的一些 是根据专访的内容整理出来的 并不是我自己瞎摆 我自己堵转的 那么作为金正恩的亲一妈 为何要背叛朝鲜 那么我说下第二仗 就是背叛朝鲜 自从1975年 出身普通家庭 这个高英树 在他姐姐高英姬 进入金正恩 这个视野当中 也渐渐的步入了朝鲜 这个最高阶层 根据高英树的描述 就是他和他的姐姐 关系非常好 他能够信任 是因为我们俩是包妹 而他这个丈夫叫李江 也是金正恩 亲自为他挑选出来的 如此信任 并且待遇 还非常不薄 这个夫妻二人 为何要背叛朝鲜 成为逃北者 关于这个高英树 叛逃到美国这个原因 综组分云 有人说他掌握了 大量的朝鲜高层消息和信息 美国花重金 收复他 就是收买他 也有人说了 两口都在外面 看惯了花花世界 回朝鲜 你瞎都不习惯了 等等一系列的说法 但是我感觉 这都不是靠谱 有一条比较靠谱的 也就是一篇文章 这个报道 也是引用了高英树的 一个一句原话 进行分析的 他是这么说的 是他当时他姐姐高英基 已经生患乳腺癌 不久与人世了 也就是说快去世了 作为他妹妹的他 没有任何的靠山了 毕竟高英基去世 他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靠山 没有了靠山 就担心自己的命运和前途 回到朝鲜 也不会有啥好前途 对不对 并且他已经习惯在瑞士生活了 还有就是当时他负责照顾的最高领导人 那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 自己没有地位 没啥作用了 是不是 父亲二人 那么一合计 就在1998年到瑞士首都 博尔尼美国大使馆 寻求政治庇护 最终获赠到美国 成为一名真正的逃避者 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那么他作为逃避者 真的要出卖金家和朝鲜的秘密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 每次提到金正恩 都会非常尊重的说 金正恩大元帅 这表示非常尊重 其实对于费尽心思 想得到关于朝鲜权力 内部的一个可靠信息的 美国情报机构来讲 两人叛倒 无疑是啥 相当于中了 仇等彩票 这个大奖了 是不是 但是已经坚持说 他们并不知道多少 只是陪伴了 金正恩小时候的一段时光而已 对于朝鲜国防一窍不同 我们不知道 任何什么核导弹的秘密 还有军阵机密 我们都不知道的 或许是他们只得一些重要消息 但是他们不告诉我们而已 对不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下 金正恩更小时候的一个还原 那么我们来到了第三章 就是腾本贤二的描述 因为腾本贤二 我在几期视频也说了 曾经给金正日做了十多年 日本料理厨师 在他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也表示过 由于金正日私人厨师的原因 接触到了金正日家庭的生活是更多一些的 而那个时候的金正恩年龄非常小 就把腾本贤二当成儿时的一个玩伴 在一起玩耍 甚至在一张床上睡觉 按腾本贤二的描述来讲 金正恩小时候就已经展现出领导才能了 虽然说当时年轻小 别人把他当小孩的时候非常生气 小时候说他小将军 他更生气 必须把这个小子去掉 心理年龄和他实际年龄眼中不符 有一次他和他哥哥 金正哲下棋的时候 自己下书了 竟然是怒怼了他的兄长 从小就有这种霸气侧漏 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在金正恩七岁的时候 其实就有了 已经有了自己的房车了 当时脚还不够高 踩不到油门的时候 他便把盒子绑到脚底上进行踩 就是有这种不服输的劲 小小年纪可见一般的 至于金正恩爱好 其实挺超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也是在情理之中 为啥这么说 按正常我们的想法 朝鲜的领导人应该也是非常保守的那种 因为在朝鲜本身 就是要求朝鲜人民保守 不接触外界的一些事务 作为领导人应该也是这样的 但是金正恩的童年和我们大多数80后是差不多的 我说一下 你感觉一下是不是和我们童年差不多 第一点呢就是喜欢看好莱坞大片 这我也喜欢看 哎 第二点呢就喜欢看这个美国职业篮球比赛 NBA 哎 我虽然不打球啊 但是也喜欢看这个热闹啊 第三个就是喜欢电玩 就玩那个电动游戏 比如说超级玛丽了 好多罗 还有这个俄罗斯方块 是不是像极了我们80后的童年 像的话请扣一不像的话请扣二 至于啊网上有一些说这个金正恩啊 三岁时候就会开车了 甚至能够准确的对标开枪 在三秒之内啊 连发十枪子弹 而且百发百踪 我感觉这是扯啊 这是夸大其词夸大金正恩的一种说法啊 不够真实 刚刚我通过了这个高英术啊 还有这个日本初诗 藤本尖二的一个还原吧 其实总结下他俩说的 无非就是啥呢 金正恩从小很有这个领导气质 并且脾气不大地不太好 也许啊 当时这个金正日正是看中了 他三儿子这种独特的气质 哎 跟他非常像 才没有把权力交给他大哥这个金正恩 二哥金正哲作为接班人 而把这个权力交给了最小的 金正恩来这个掌权 以上的视频就是关于朝鲜80号领导人 金正恩童年的一些往事和一些故事 虽然呢 还不能完全真实的还原一个金正恩 但是侧面也是多多少少了解 那么一点点啊 节目最后啊 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垃圾袋啊 其实一拉 哎呀 这些挺方便的啊 有需要的粉丝朋友 可以进我的一个橱窗进行采购 除了垃圾袋 橱窗里还有很多产品呢 有需要的小伙伴 请理性购买 视频完整理网络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还请大家批评执政 好 今天风格八点半 分享到结束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